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经历一段乘风的历史 武则天是封建历史中唯一一位称帝的女人 但在武则天去世三百多年后 中国差点又出了一个女皇帝 甚至在她去世前还身穿农袍 她呢就是北宋的张献民宿皇后刘娥 刘娥的身世比较凄惨 她原本是将门之后 但她出生不久呢父母便双双过世了 而她就被寄养在母亲的娘家 刘娥长大后做了一名歌女 之后又嫁给了银匠宫美 但她的丈夫却因家中太穷 难以维持生计 就把刘娥卖到一个大臣家里做歌迹 之后她又被送给了韩王赵恒 赵恒一见到她便大为喜爱 但是皇家又怎会允许皇子 与街头卖艺的女子私婚 所以没过多久 在宋太祖的吉利反对下 赵恒不得不将刘娥送走 不过两人还是经常私会 直到赵恒继承皇位后 刘娥才被接入宫中 虽然此时的刘娥已年纪三十 但赵恒对她的宠爱还是一如既往 入宫后的刘娥因身份为贱 所以并无名分 但善解人意的刘娥 还是会为赵恒排忧解难 所以在宫中 刘娥一直都胜宠不衰 从一个四品美人一路直升皇后 前行元年赵恒世事 赵真继位 刘娥成为皇太后代年幼的皇帝管理朝政 垂怜听证的刘娥严明有度 她的政治决策对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涉政的时间越长 刘娥对于权力的欲望就愈发的强烈 她曾经询问群臣 你们认为唐朝武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以此来试探群臣的口风 但心怀不轨之人便借机尽献武后临朝徒 甚至上书要刘娥当下一个武则天 于是刘娥便再次询问朝臣的看法 刚持的鲁宗道便说 如果这样做 那只宋仁宗于何地呢 刘娥听后便当即表态说 我绝不做对不起大宋列祖列宗的事 但明到二年 刘娥却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 毅然决定身穿帝王龙袍 参加太庙祭祀大典 而且典礼结束后 刘娥就将朝政大权还给了宋仁宗 就在祭奠过后的一个月 刘娥就因染病逝世了 之后宋仁宗便召起朝臣仪式问道 为何太后去世前一直拉扯身上的衣服呢 一大臣便说 许是太后不愿身穿龙袍去见先帝 宋仁宗听后恍然大悟 当即下令 把刘娥身穿的龙袍脱下来 换上后服下葬 刘娥从卖艺的孤女到临朝的太后 在中国历代后妃中 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后世对她的评价也是相当之高 称之为有吕武之才 但没有吕武之恶 可她却因离貌幻太子夜市 在民间被定格成了一代奸非的形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